你知道吗 国家移民管理局自5月15日起进一步调整优化以下出入境管理政策措施 一 内地居民可向全国任一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呢 提交香港澳门团队旅游签注申请 申办手续呢与户籍地一致 二 内地居民应探亲工作学习以及应就医诉讼处理财产等是由你前往港澳地区的 可向全国任一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提交与申请事由相应的探亲逗留和其他三类签注申请 申办手续呢与户籍地一致 三 赴澳门高等院校就读的内地学生签发的逗留签注有效期呢 由最长不超过一年调整为与其在澳门就读的学习期限一致 四 允许持这些证件的中国公民和持这些的外国人 以及符合条件的机主人员可经编检快捷通道通行 如需进一步了解公告内容 可以致电国家移民管理局12367服务平台详细咨询 我是编店小花 更多移民管理小知识 关注我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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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